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资深量价结构分析专家 精准的量价分析 扎实的基本面研究 带您解码主力动向 揭露股市天机 欢迎收听 股票会说话 轮源投雇104年金管投雇新字第006号 这里是NEWS9898新闻台 进行的节目是每天下午3点到4点 投资理财王 我是齐真 温和大家下午好 好 在我们第一个单元 股票会说话 赶快来邀请到的是 轮源投雇的杨天迪杨老师 老师你好啊 齐真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 好 老师你学我说话吗 有吗 没有吗 我数鹦鹉的 好的 好 那么台股呢 今天正式的封关了 2017年的封关了 那么在最后一天呢 台股连最后一盘 其实都很给力 对不对 最后一盘呢 突然有急拉上来 35点的吧 中场夹权指数呢 是上涨75点哦 指数说在10642点 成家量的部分呢 是1089亿哦 夹权指数涨了 哇 0.71个百分点 OTC指数的部分呢 也不错 今天涨了0.35个百分点哦 所以今天的重点是拉指数嘛 老师 没错 今天就是全指骨都动了 让大家好过年嘛 是这样吗 没错 就是这样 好的 所以呢 在我们今天啦 好 最后一个交易日哦 那到底盘事上 怎么来做观察 那么我们这样子的一种 氛围 是会持续到明年吗 在选股的部分 那也是一样的吗 或者是关注的肋骨 是不是要做一些 不一样的观察跟调整呢 诶 请教老师哦 你问题好多哦 大家想知道这些吧 但是我有老人痴呆症 所以记不太住了 老师没有讲的 我待会再帮你问 好啦 我们第一个 我们先看一下 会不会延续到明年 明年的元月份 有所谓的元月效应 虽然以往的元月效应 好像并没有那么理想 就是涨涨跌跌啦 就是它的一个几率 没有那么高 但是呢 我觉得明年的状况 会不一样 好 那为什么会不一样 第一个 我们原来不是有一个 M头的颈线吗 好 那是空头 常常拿来吓唬你的 叫做10600 100600点是M头的颈线 好 当时跟你讲 M头成型啊 那股价要崩盘 结果真的有 有稍微杀一下 呃 但没有崩盘 因为今天的股价走势 已经站上了这个10600点 那我们最低也是杀到 12月7号的10322 那有稍微做了一些修正 那融资也清了很干净 所以后面结构连续三天的大涨 当然是有心人把它拉上来 那有心人拉上来之后 10600点 我们站上去了 今天收盘叫10642 我们的季线在10649 哦 我们甚至要来挑战 季线的反压咯 如果连季线的反压 都站上去的话 那说明一件事情 说明整个排面架构 变成多头了 好 就是原先 大家担心的M头的一个 这个颈线的一个压力 那基本上今天你站上来 好 我不管你是谁拉的 但是全子股 确实在今天表现非常强 那全子股的一个转强 也就是说明一件事情 有特定人把整个盘面的架构 把它弄强了 弄强之后 后面就是原液行情出来之后 要由中小辛苦来做补涨 就没有问题 好 问题重心点是 谁来补涨 谁来晚餐 好 这个谁来补涨 所以我想这才是关键 好 不管如何 现阶段大盘的结构 我们第一件事情 已经化解了M头的颈线反压 当然我们希望原液分之后 不要再跌回去嘛 好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部分 那如果有某个低位阶的族群 开始做一个轮动的话 那盘面的架构就值得关注了 好 譬如说 3008的大力光 大力光很弱 好 这一波的一个修正 就是因为大力光一直往下跌 跌到了前天 就是礼拜三 好 跌到礼拜三 12月27号那一天 那它的低点落在3800块 然后呢 目前这个封关这一天呢 它已经收盘占回到4000块以上 虽然还没有大幅涨上去 但是呢 它最弱势的一档个股 最弱势一档全职股 已经开始不再跌了 如果大力光不再跌 代表什么 弱不再弱势变强 这是一个股市的一个俗语 那所谓弱不再弱势变强 指的就是当最弱势的股票 当然这个股票要具有代表性 有一些中小型股 那是不具有代表性的 那具有代表性的最弱势的指标 如果都不跌了 也就说明那件事情 台股的架构开始转强了 那这叫弱不再弱势变强 所以当大力光弱不再弱之后 那我对于远远行情 我就非常有期待了 那这个期待 当然重点就是 它会放在哪里 我先跟各位谈一个关键 这一波的一个结构 很多人到今天还在追被动元件 我不管你怎么追 我跟各位报告过 被动元件是最近大涨上来的 我们都把被动元件出光了 虽然国际今天很强 那么又超过了我出的价格之上 但是华兴科跟和尚堂 已经涨不动了 好这是我跟各位报告 这一波的被动元件 那么MLCC的三雄 那么我们在做布局 然后呢 铝色电容我们布局了 这个6449的这个玉邦 我们全部都下车了 现在在涨大意 就是所谓的一个 被动元件的一个晶片电阻 那是落后的补涨 补涨完也就结束了 好所以被动元件 有没有可能在元月份再来一次 不可能 好不可能 不可能的原因就是因为现阶段来看 他们在年末的这段期间已经大涨 那明年年初 如果所谓的元月行情 可能到现在很多投资朋友还没有搞懂 什么叫元月行情 元月行情指的是这个机构的投资人 包含了内资投信 包含了外资法人等等 他们在新的一年 要开始重新布局新的产业跟新的个股 好所以当他们在做布局的动作的时候 因为他们在做建仓嘛 当他们在做建仓的行为的情况之下的话 很容易推动一些股票再往上走 因为当买盘进来就往上走 所以我们称之为元月行情 所以元月行情的要走高 一定有几个特色 因为这些机构投资人法人 他们是针对当年度 就是明年度最有潜力的产业 然后去做规划 好哪些个股哪些产业去做规划 而这个部分就是投资朋友 你可以跟的了 好所以元月行情的部分 我觉得半导体系细元 已经不太可能了好吗 因为它已经涨了一整年 好今年的半导体系细元 其实都已经涨了一整年 所以相对来讲 它可能布局的一定不是那个 已经涨了一大段的 否则还布局什么 就是追墙而已 所以相对来讲 它们会布局在哪里 你不要急 我在岁末这个期间 我写了一份研究报告 这份研究报告 我取名为 2018年台股先锋产业 独家研究报告 这个地方我会送给你 这个研究报告 但是你要怎么索取呢 要先加入我的Lite Aid的好朋友 基本上你是我Lite Aid的家族成员 那么基本上我就会把这份资料 那么送给各位 我今年的一个代表作还蛮多的 包含了从日游 我们115块买的 然后涨到了165块 我获利下车赚了50块 然后像是2344的华邦店 我当时带会员再买是12块 我没有做到满 我做到18块赚了五成之后 我获利下车了 然后像是那个吻帽 你看发现我后面做的这些标股 很多都是我卖掉之后还在往上涨 比如说吻帽的部分 我买在128参与除全息之后 成本变成123 然后冲到了175块 我做了停利的下车 也就是我大概赚了52块左右 好那我就停利下车 那现在看到我吻帽还冲到300块 很厉害 然后呢夜城的部分 一样 我230块买夜城 在7月份的时候 好买夜城 那买夜城230块买 然后在320块赚了90块之后 我停利下车 好所以现在的一个状况 包含了上瘾 从210块一路涨到今天的322 我没停利下车 我一样暴牢当中 所以从210块涨到322 110块 好这个我已经赚了110块 所以呢 再加上税末的这一段期间 我做了被动元件 好大家都知道被动元件 和声堂华星客 我就用这两档股票为例 和声堂买了79 然后呢卖在109 我赚了30块 然后华星客的部分 我买在78 因为我做了一次价差之后 成本降到78 然后呢涨到106 我获利下车 也接近30块 当我把这些股票获利下车 这些都是我今年以来 最具代表性的股票 那明年呢 肯定还有 好这些潜力股 我是用产业面的角度 去选出来的 所以当你也从这个角度 上面去看的话 那有很多的个股 就是在明年1月份要布局的楼 所以明年肯定有新的潜力股 它会在哪里呢 我会放在这一份资料里面 好就是2018年 台股先锋产业独家研究报告 那你加入我LINE A之后 那么好朋友之后 就可以来索取 好吗 好所以这个地方 我偷偷告诉各位 透露一点点 我透露一下 就是有一些产业 你可能知道它是谁 好那这些你知道的股票 还有一些 你可能不知道的隐藏版 我放了一些隐藏版的个股 那也在这一份的产业报告里面 那也欢迎各位 如果这个对明年的圆月行情 以及这个明年一整年度 那么想要赚颇段利润的投资朋友 欢迎各位加入我们的一个LINE A的群组 好那怎么加入 那就到时候会请齐真来帮我们 来做一个说明 OK好 LINE A的部分呢 其实很单纯 听众朋友可以直接搜寻加入 就是小老鼠FU8899 小老鼠FU8899 所以老师你的意思就是说了 直接搜寻 然后在线上就可以索取就对了 对没有错 方便 好的 所以呢 除了有这个重要的资料 重要的关键报告之外 还有小洋关键报告是这样吗 小洋关键报告是在这个周末 每周末了 OK好 所以呢 听众朋友记得咯 好 小老鼠FU8899 LINE A的直接搜寻加入就可以了 好 那么接下来时间再请教老师 对 其实有很多的股票 在这一波 你以为那个指数还维持在高档 很多的股票其实已经修正回来 好 这些修正回来的股票有哪些 它是值得关注的 对吧 听众朋友 我觉得这才是关键 就是已经涨上去的 我们再来讲 那个比较没有太大意义 因为除了是锦上添花之外 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很可能位阶高 如果法人那么开始做调节 你可能就会套牢 我们不妨把整个焦点反过来想 因为相对来讲 就是股票市场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 跌升就是最大的利多 当然它不是一体适用 但是跌升是最大利多 它是一句话 但怎么去判断这个跌升是最大利多 看你价值有没有浮现 看你的价值 股价跌下来的价值有没有浮现 比如说有些股票跌下来了 可它的价值还没浮现出来 所以它的跌升就不是利多了 跌升还会继续跌 就像我以大利光为例好了 大利光的一个股价 从六千块以上修正回来到三千八百块 那这有没有跌升 当然跌升 跌升之后 它的价值浮现没有 这个地方就要大家来判断了 那怎么样判断很简单 其实法人圈的判断准则很简单 就是我给你多少倍的本益比是合理的 那当你的股价修正到这个位置之后 它的本益比有没有符合我们的一个要求 那这个本益比当然是以明年的角度来看 明年的角度来看 明年的角度来看 现在你股价修正回来之后的本益比 所以外资给大利光的本益比是十五倍 以前给到二十倍以上 以前给到二十倍 甚至二十五倍 那最高的时候给到三十倍 像今年其实是给了三十倍 所以它才会有六千块 因为今年的大利光大概只赚两百块 两百到两百二 所以相对来讲 为什么它股价会涨到六千块 因为他们给了它三十倍的本益比 我一旦从三十倍的本益比 降回到二十倍本益比 它的股价就修正回来了 对吧 这个相对来讲 以现在的大利光而言 以今年的角度而言 它给它的本益比叫做二十倍 所以四千块以下的大利光 基本上就相对来讲有点超跌 那以明年来看 它的本益比甚至降到了十五倍 因为外资圈给了一个 这个EPS 给明年大利光的EPS 大概是 EPS叫每股获利 每股获利大概是250块到270块 所以当我们在判断一档个股的时候 第一个 今年你修正回来的时候 我要给你多少倍的本益比 然后我再用明年你可以赚多少钱 来去判断你现在的本益比 有没有超跌 好 有没有很简单 嗯 说的简单 所以很复杂嘛 其实很复杂 因为第一个你不知道怎么去评断 明年的EPS 然后第二个部分 我该讲了半天之后 我相信有很多人到现在一头雾水 没有关系啊 所以你有我就好啦 所以我写了这份的 2018年的台股先锋产业 我直接帮你挑股票出来吗 我把明年的可能我认为这个最具有潜力的产业 我先挑出来 再从这些产业里面 我去挑到一些那我认为最具有竞争力的公司 然后呢 我还跟别人不一样 怎么说啊 我还会放一些隐藏版的 隐藏版就是市场不会注意到的个股 那通常小型股才是我们的最爱 比如说如果我挑一个大立光 我相信你也没有什么意义 那除了大立光之外的话 还有哪些呢 有哪些是值得我们可以关注的苹果派呢 这就是我一直跟各位谈的一个观念 就等于说 其实台股的波动 它一直围绕的一个状况来做 今年的行情叫做涨价 可是问题是 它一直围绕这个涨价的题材 那这些族群是不是都已经涨上去了 我再举个例子 像六四八八的环球军 今年收盘已经跌破四百块了 那前两天 昨天还表现还很强 目前还维持在高档震荡 最高冲到四百四十八 可是它今年年初的价位是七十块 那七十块涨到四百四十八 那涨幅有多少 大概六倍了嘛 涨幅已经有六倍了 那个是六倍嘛 所以你这个时候 法人如果还要买环球金 除非一个状况啊 就是环球金还没有反映完 就是半导体细元 可能我们看好到明年 甚至在后年 大后年都看好 那你这个时候才可能 让环球金的本益比修正回来嘛 也就是说它股价不跌 但是我获利增加之后 那个本益比就降低下来 如果明年的这个半导体细元 假设已经开始有竞争者 已经有新产能开出的话 它是不是要跟大力光 一样要修正本益比 我先跟各位报告 我刚才讲的只是一个假设问题 假设后 因为半导体细元 明年目前看起来 仍然是没有任何一片乌云 可是问题它的骨架位阶高了 我要表达是这个东西 所以如果骨架位阶高 一旦出现什么风吹草动 那个杀回来机会会比较大 所以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 我比较希望在这份的研究报告里面 我虽然看好半导体细元 但是我就没有摆个股上去 听到没有 你懂我意思吗 我仍然看好半导体细元 但是我不摆个股上去 为什么 因为如果摆了到时候 它一个修正回来会杀得很深 所以我们宁可去寻找 现今年没有大幅发酵的公司 那个产业 它才可能在那个明年的 圆圆行情的这个 法人的一个布局当中 有机会窜出头嘛 好我想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概念 就好像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 我在用吻帽为例好了 我当时在会员买吻帽的时候 是128嘛 我有跟你谈到我们参与除全席之后 成本降到了123 那现在的吻帽最高冲到了340 今天的这个收盘价是283 是不是已经大涨上去了 那大涨上去 其实它的基期就垫高了嘛 股价的基期啊 你再好 我有摆它啦 这个3D感测你不摆它也不行 但是呢我还会摆什么 摆一些隐藏版的嘛 就是有啦 就是我还是得摆它 因为真正最好的还是在吻帽 可是呢 它的骨架基期垫高之后 你就要去寻找那个隐藏版了嘛 天盘你懂我意思吗 就是如果它的一个骨架 在高档震荡整理之后 可能隐藏版的更有机会上来 就是没有大涨上去 所以这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判断 逻辑判断观念啦 所以我想这份的研究报告 那么跨年的具现 那是同学专属 Lite Aid的同学专属 2018年台股的先锋产业 然后呢 独家研究报告 那加入杨老师的Lite Aid的群组 就可以免费索取了 欢迎各位能够赶快的 利用你的手机 利用你的电脑 来加入我的一个Lite群组 好的 如果到现在还没有加入的听众朋友 第一个可能代表你是新的听友 第二个表示您可能之前太忙了 所以呢还没有加入 或者是你不知道加入的好处哦 好 那么但是没关系 今天呢是一个好的开始 欢迎听众朋友赶紧 现在呢把手机拿出来 透过了Lite的这个地方呢 ID搜寻哦 打上小老鼠FU8899 小老鼠FU8899 就可以直接搜寻 直接加入咯 加入之后呢 就是至少现阶段 明年度的新开始 老师提供给大家的资料 就送给大家了哦 好 这边呢我们稍微休息 嘿 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广告 听众朋友 如果在搜寻加入Lite的地方 有问题的话 也可以透过了工商服的电话 来电咨询哦 好 电话提供给您哦 0223219933 0223219933 而加入杨老师的 这个免费的Lite之后 每天呢 其实盘中老师都有 及时的一些 个股资讯提供给大家哦 放假期间 老师呢 送给大家的这份资料 真的很重要哦 听众朋友呢 务必赶快哦 要做做功课哦 投资理财哦 还是要做一点点小功课 那么老师呢 已经把功课准备好了 这份资料呢 就是跨年巨线哦 2018台股先锋产业 独家研究报告 好 赶紧加入老师Lite 小老鼠FU8899咯 好 老师 最后还想补充吗 对 我想过去的一年啦 如果你都没有赚到 都没有关系 因为新的一年 总会有新的开始 那之前涨高的 就让它涨高了 不要再去做最高的动作 所以我一直在建议 听众朋友 就是被动元件 虽然都还有涨价的效应 但是因为它在短期涨高了 它中期上面 或许还有机会 但短期来讲 仅涨高 可能进入整理的 可能性就会比较大 然后如果你又不是 很会 很希望去做中线布局的 那你这个时候再去做它 可能会有一些些的 一个压力 好 那就是只剩下短线在做 所以我想 真正能够 让我们赚钱的一个 一个机会是什么 我们能够在低档 别人没有注意到的时候 就把股票挑出来 就像我这个 二三五一的顺德 我当时在买的时候 是三十块左右 然后现在顺德涨到 九十几块 竟然有人进来追了 所以你会回头 想一件事情 如果这一类的股票 都能够在低档 把它布局起来 那我想胜算 就会比较大 那这份资料 有一些隐藏版的 大家可以参考了 好 不管是隐藏版的 或者是 老师里面提点到的 都会对你有所帮助的 好 赶紧透过Lite 线上索取了 感谢论员投顾 杨天地亚老师 谢谢你 谢谢石珍 祝大家元旦快乐 本公司以往直击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好的 欢迎听众朋友 持续锁定的是 投资理财王的第二个阶段 好 股市战将的单元 赶快来邀请到的 就是我们华兴投顾的 林何彦总顾问 何彦老师你好 嗨 齐真好 大家好 我是林何彦 好 老师 我们台股呢 2017封关了 好 在最后这几天呢 谢谢老师给我们的 加持跟鼓励 要加油哦 好 那所以呢 台股真的有听你的话 有加油哦 OK 其实呢 在礼拜一 礼拜二 台股呢 都持续地跌嘛 小跌之后呢 跌了一百点那一天 礼拜二 大家好紧张哦 那么老师呢 就跟我们讲说 啊 不要太害怕 OK 而且呢 甚至要减黄金嘛 对不对 从礼拜三 礼拜四到今天 嗯 都是收涨的哦 好 那么今天呢 最重要 最亮丽的呢 是什么呢 就是这几天老师 一直跟大家讲的 原物量 原物量 原物量啦 真的是涨翻了哦 特别是呢 老师提到的这些个股哦 国桥 金山店 台本 还有永丰宇哦 一开盘 他们都大涨了四%多 对不对 没错 哇 好强啊 好 那么到底 今天盘面上 怎么样的一个走势 那么我们手中的 一些个股的一个操作 是如何呢 还有明年应该 如何怎么看呢 请假老师 好的 今年终于画下句点了 我说股市啦 还有礼拜六 礼拜天两天哦 可是股市今天就 Ending了 那这个据点是画得很美 画得很漂亮 连续三天涨上来 你看 今天一开盘 九点半而已 台北股市就涨了九十二点 所以今年度的台北股市 其实是画下一个 很完美的据点 好 这一年来 你有没有交出一张 好成绩 你不要白忙了 一整年瞎忙 那就很可惜啊 对不对 拼了一整年 总该要有一个好结果 来回馈自己吧 我不知道你们个人 操作情况如何 我不知道 我希望大家都要有 好成绩才行 今天台北股市 一开盘 九点半就涨了九十二点 你看礼拜二跌一百点的时候 林和彦是不是叫你们 赶快下去买就对 有没有 那天全市场分析师 喊空的喊空 保守的保守 只有林和彦叫你们赶快买 而且我说 很快就会上来 时间不会太长 有人说 变笑耶 林和彦又在呼隆我们了 其正还说 哦 老师你毒好凶啊 你毒好大啊 我私下讲的 我的害怕都不敢 让听众朋友知道 好啦 那你看这三天来 是不是又印证我的说法了 对不对 是 老师是对的 礼拜三涨六十四 昨天涨八十 今天一开盘 九点半就涨了九十二点 售盘涨了七十五点 你知道这三天来台北股市 涨了两百三十六点啊 真的没有算错哦 三缸两百三十六点 是 我礼拜二在大跌中 叫你赶快买对不对 对的 千金难买早知道 早知道那天听我的话 下去买就对了 我没有 我不是马后炮啊 我们是在礼拜二那一天 就叫你赶快买的啊 你有听话哦 这三天你都很高兴哦 那你如果相信其他分析师 看空保守的 那就完啦 就完蛋啦 对不对 看空三天涨两百三十六点 看保守的股票卖掉 眼睁睁看着行情仗大涨上来 今天加权指数来到 最高来到一万零六百五十九 我为什么要讲这个数字 因为这是十二月份的最高点 这是十二月份的最观点 所以总结十二月份行情是怎么样 是先蹲后跳 上半月蹲下去 最后这几天强力的拉上来 先蹲后跳 那先蹲后跳是一个最好做的行情啊 因为蹲下来就是让你捡便宜 捡完便宜之后 它就弹高让你赚钱 这是最好赚钱的行情 最难赚钱是什么 最难赚钱就是 月初就出高点 然后就一路跌跌到月底 那个怎么买怎么赔 对不对 所以先蹲后跳是最好赚的 另外一个就是 开盘之后一路走 月初就是低一点 然后收盘月底就是高点 那个也不好做 因为等低阶都等不到 到最后只有强迫自己一直在追高 敢追还是赚得到 不敢追就眼睁睁看 所以每个月最好做的行情就是 蹲跳 先骷髅后面跳起来 这最好赚钱的行情 十二月份就是这样的行情 结果吓坏一堆人 吓坏很多宝宝 老师这个大宝宝没有被吓到 所以我说 好的节目 优质节目有用的节目 一个两个听就好了 不要听得太多太乱 到最后你脚步全部乱掉了 给麻烦 对 十二月份我们的股票 赚翻了 我说真的 我是说真的 我们的股票十二月份赚翻了 你看原物料今天一开盘之后 一开盘 永丰于 金山店 国桥台本 全部都去 四趴 一开盘马上送大奖 马上送大礼给我的会员 我相信你们都知道 对不对 十二月份我们的股票 五十六九汉语博德 汉语博德 十二月 我没说以前 我只讲十二月 十二月的月初 在十六块九 我们十七块钱开始买的 几乎买在低点 最高来到二十三块七 光是十二月份一个月 汉语博德就四十八 光是十二月份 汉语博德就四十八了 这是十二月发生的事情 我们再跟你谈历史 我跟你谈明朝的事情干什么 谈清朝的事情干什么 对不对 我跟你讲的是十二月的事情 我们完全不会想到 明朝清朝了老师 我完全讲的是十二月的事情 十二月份当下 今天画下句点 汉语博德四十八 我们五十 红包五十 快兑现了 快兑现了 一高的就四十八 一支汉语博德 今天有蹲下来 我们今天又继续加码 我连续三天都跟新会员讲 因为旧会员 股会完 十七块十八块一楼买起来 那这两三天参加的 低档没有买到 没关系啊 我连续三天就叫他们 有来二十一全部买 有来二十一全部买 今天最低点就是二十一 你如果开盘就挂着等 绝对不会对 收盘收在二十一点六五 当天买马上赚两% 当天买马上赚两% 很美很坦 这个就是跟铃和宴操作的好处 汉语博德 我没有因为他一跌 我就不敢讲 没有 我还是叫你继续买 每股净值三十一块 现在才二十一块而已 虽然说贪四十八 空间就会很大 对不对 你不要只是一直看眼前的东西 你要有长远的规划 能够看越远你就能够赚越多 你如果短视尽力 只能看到眼前的 你如果看一天的行情 你就只能赚到一天 你能够看到一个礼拜的行情 你就能够赚到一个礼拜 铃和宴在看的行情 一看都是50%一倍的 因为我买都是底部基优股 我不会去买涨很高 赔钱的公司 我专门买底部的好公司 所以没什么风险啊 一旦涨起来 就是50% 50%赚啊 所以我看的都是50% 50%的股票 所以你们对我做股票 我有这样的雄心壮志 要让货员赚大钱 你们要敢跟啊 敢对我的股票 你就会贪大钱嘛 一支一支五十八 你会看到的 对不对 6116财经也是啊 七块半买了之后一路咬 13块8建高点之后 13块半卖掉 90% 很爽的哦 三国的赚到10%就爽的哦 是 看一步都不错啦 一个月就40%了 今天当天21块钱加码 马上当天又2% 跟着连连燕操作好开心啊 对不对 6278台表科 台表科这个月 最低点在月出在30块 最高涨到37块1 这个月台表科24% 这个月而已哦 我台表科是已经做了两个多月 我们从26块钱一路买上来 涨到37 我刚讲只是台表科这个月 因为很多人都认为 12月份行情很差 因为外资一直在卖 台北股市怕了 大家一身苦干 下了一身汗 结果到最后12月份 是瘦在最高点 我让你看到我们12月份 做的每一支股票 操作的每一支股票 都赚很多钱 台表科 我们从26块钱一路做上来 到37块 42% 40% 光是这个月就涨了24% 今天又最高来到36.7 你知道今天收盘 剩下35.2 为什么 因为我今天叫会员先卖掉一半 今天涨上来36.7的时候 我说40%赚到了 先卖一半再说 你看我们一卖之后 它就掉下来了 所以林何彦带你进 我也会带你出 我带进会带出 你放心 你带我做就对了 2929淘地 这个月也15% 我们操作到现在 淘地已经30%了 光是这个月就15% 我是在跟你算账的 我在跟你算账 你懂意思吗 今天是12月份 交易的最后一天 我在跟你算账 为什么要算账 这是一个好习惯 为什么说是一个好习惯 你想 你自己也扪心自问 每个人投资股市 投资一段时间下来之后 你到底赚多少赔多少 你不得而知 你不知道 因为你的钱全部在股票里面 有的贪的有的料 家中起来到底赔多少 你一头雾 你看你每个月去上班 月底老板会发你薪水 你开公司 开店面 每个月赚赔多少 你的会计会帮你算账 你都会很清楚 你这月赚多少赔多少 那怎么投资股票 大家都赚赔多少都不知道 所以有时候每个月 到月底的时候 自己算一下账 你还会赚多少 还是料多少 探钱鼓鼓掌 威绕一下自己 带家人去大吃一顿 威绕一下 让家人感受到 这股气氛 那如果这个月 不幸是赔钱的 没关系 擦擦眼泪 下个月赶快再 打拼重新再赢回来 这很重要的啊 所以每个月到月底 结算一下 这个月的状况 我觉得是必要的 对 养成这个习惯 是 不要说一投资之后 啊 数赚多少都不知道 糊里糊涂的 糊里糊涂的 等到最后 时间一拉长一算 哎呦 怎么输完了 对啊 就输光了 这样就不行嘛 对不对 钱很难赚 所以我是要跟你算账啊 是 我们汉语博德 光是这个月就40% 台表科这个月24% 从我们开始买进 26块到现在 是42% 我们今天没一半条 头地几个15% 我们从操作到现在 是30% 这样好不好 很好了 12月份你们下了一身汗 很多老师看空 最高杀低 对 我们党党都有好成绩 你看我礼拜三 买永风鱼 1907月永风鱼 礼拜三买12.8% 当天涨8% 昨天涨4% 今天又涨4% 给你永风鱼来 14.4% 三天12% 你就算 这个礼拜参加的会员 永风鱼三天 也在等12% 原物料涨翻天了 国桥这个月从27 涨到33.3% 12个 国桥23% 台本比较少一点 台本12月份 赚12% 金山店赚23% 我账还没算完 没时间了 没关系 没有算完 等一下我们第二段再来算 包含原物料的行情 第二段一并来跟大家做 继续的追踪报告 红包50% 50%的目标 还有一个半月 绝对能够达成 脚包要紧 脚手要紧 跟上我脚步 好的 谢谢老师 恭喜哦 开心哦 好 在封关日这一天 居然先提了一点钱来玩玩 好了 真的是非常开心哦 好 那么老师的红包50%的愿望哦 其实真的是逐梦踏实呢 好 如果听众朋友 想要知道细节 欢迎您透过接下来的广告时间 好好的聆听哦 嘿 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广告 好的 我们红包50%的活动 林和宴一直在加紧赶工当中 交给会员最好的成绩 12月份我们汉语博得40% 台表科42% 涛地已经30%了 金山店也23%了 一直在往50%的迈进 我的方法很简单 我只买底部的机油股 不带你追高 不会带你买投机股 所以你对我走 安心走 安安稳稳的跟 还有一个半月 我会尽全力的配合你 去达到50%的目标 好的 听众朋友赶快哦 可以利用 02-239-239-88 02-239-239-88 老师的红包50%的优惠方案 欢迎听众朋友呢 赶紧跟上脚步咯 239-239-88 提供给您 欢迎听众朋友再回来咯 接下来 老师刚刚有讲说 原物料的部分要再补充嘛 对不对 今天它是怎么涨 然后接下来怎么看呢 请教老师 好的 今天原物料都大涨 我们连续这一个多礼拜来 一直跟大家推荐 原物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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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跟大家讲 我说原物料 绝对不是跑龙套 这是一个国际的行情 你看我们所锁定操作的 从铜到铝到紫浆到原油 全部都大涨 全部都大涨 我们刚才跟大家算账 从汉语博德的40% 一个月而已哦 就40%哦 台表科 几个月的4% 整个波段赚42% 今天没一半条 所以今天被我打下来 不好意思 有影响到你 跟你说一声不好意思哦 那永丰鱼 只这样的部分 礼拜三买 到今天 三天永丰鱼也起12% 买得很漂亮 今天一开盘就开高4%了 国桥 这个月涨了23% 国桥这个月 从27块涨到33块 起了3% 那今天国桥 国桥是开高走低 没差啦 现在很流行做当冲 所以冲来冲去 影响可能是短线的震荡 对于整个破断行情 其实无伤大雅 你看拜三国桥涨停的时候 礼拜是一开高 我一个VIP货员 马上就打电话告诉我 说 哎老师啊 我国桥开高就卖掉了 我说好啊 那卖掉没关系啊 尾盘再接回来 就像昨天 开盘开高卖掉 尾盘收低买回来 今天要开高4% 开高4% 他又卖掉 卖掉之后又打电话 告诉我 哎老师我卖掉 我卖在33的 哎最高33.3 我说不错哦 黑漏给你一个 只要回答我说 老师比较厉害 长得像叫我叫我叫我回来 这个叫什么 好上欧漏很快乐 哈哈哈哈 是 因为贪钱都快乐 你要别人赔钱的是 好上漏起 求进步 啊我们一直在赚钱 好上欧漏很快乐 哎这样也不错嘛 对不对 结果尾盘 我叫他赶快再接回来 他接31块 哎收盘收在31.45 也不错啊 所以 整个大方向没有变 来回做当中 其实无伤大雅 多增加一点收率 也没有什么不好的 然后1310的台本 这个月 从21块钱 今天来到23.5 最多起到5% 哎光是这样这几天 台本也12% 台本也12% 整个油价在昨天 又创新高 又来到60美元 光是今天盘中 国际油价 又涨0.6% 所以跟大家讲过 原物料的部分 因为我在国际 起货市场交易了一段时间 所以原物料 我很小的啦 你看 目前市场上面 几乎大家都还在 电池够 电池够 都套到还在电子股 电子股不是不好 可是市场 有很多的商品 原物料 这是最近国际市场上面 最热门的 最烧的 对不对 你不可以错过嘛 而且油的部分 每年12月到2月份 取暖用油的燃料油 一定会达到需求的高峰 会推升国际油料价格 都会上涨 今年涨幅最大的中间原料 就是SM 就是本乙烯 所以光是第三季 台本国桥的毛利率 就拉升了10%上来了 台本6个月底部 才刚完成而已哦 虽然说 最近涨了才12% 12%也不错 对啊 100万 12万 12万 12万也很好 银行都 可是台本才刚开始而已哦 台本才刚开始而已 特别注意哦 好 那昨天晚上 铜的价格 又大涨 0.72% 来到72.53美元 你知道全世界最大的铜矿区在哪里 智利 智利是全世界最大的铜矿区 智利这两天 他们做了一份报告 他说目前铜的库存那么低 市场需求那么强 预估在2020年前 铜矿全世界都会缺货 甚至于不排除 会涨到1万美元 不是我说的哦 是智利铜矿区 他们所做的评估报告哦 所以跟铜有关的 都还会在涨 跟铜有关的 都还会在涨 有两家最赚钱 跟铜有关系的 目前股价都在底部区 这两支最重要 这两支什么股票 你知道吗 我们现在全力在布局这两档 跟铜有关系赚最多 股价在低点的 我不公开啦 为什么不公开 因为公开好像要 强迫你做一样 我只能这样讲 想做你就来找我 想要贪你就来找我 我就带你贪 昨天铝价也大涨 铝昨天涨1.46% 来到2274美元 那铝目前的报价 它库存剩下一百万吨 一百万吨是2008年的低点 你知道2008年 铝的库存一百万吨的时候 它的报价涨到三千两百美元 所以铝一定还会在涨 不排除有挑战 2008年高点 三千两百美元 还一千块美金呢 所以跟铝有关的 最重要还是8042的金山店 因为金山店被动元件 今年涨幅都一倍两倍 只有金山店涨6%而已 你看今天金山店又涨4%了 又去4% 我们金山店从5657 讲到今天 23%呢 我们的50%不是口号 铝和宴一直在对线当中 一直在对线当中 紫江国际目前已经预告了 明年度国际紫江会创历史新高 听到没有 国际紫江每年 不管长签短签 都会创历史新高 跟紫江有关系 还没有涨的 哪一支 1907的永丰鱼 永丰鱼 赶快跟上铝和宴脚步 还有一个半月就要过年了 我们全力在充50%的红包 一直想办法兑现 让会员答正 你有这个心目 阿屋 不要再拖了 手机拿在手上滑游戏 不会赚钱的 打电话给林的宴 好的 谢谢老师了 到底应该要做拿两档呢 赶快跟上哦 嘿 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广告 好的 欢迎听朋友利用 02239 23988 02239 23988 认同老师的操作 老师先截断的 红包50的活动哦 好 带着你在农历年前呢 赶快哦 赚一个大红包哦 好 50%不是梦哦 好 大家呢 有目共睹 对不对 239 23988 提供给您 另外老师的 短线操作的 每天的强棒初级 透过了Lite 每天提供给大家 欢迎您直接搜寻加入咯 小老鼠 PRO888 小老鼠 PRO888 最后老师还想补充呢 好的 12月份 我交给会员一张 很亮丽的成绩单 剩下一个半月就要过年了 1月份 我会更用心 我会更努力 让会员50%红包 达正 你好这个心 赶快利用今天 跟上我脚步 我会尽全力的听你 非常谢谢华星投顾 林和彦总顾问 谢谢你 祝大家新年快乐 非常新年快乐 我们认为 当然 伤快点 是 磊子 有点心